突破极境后的王林 实力究竟有多恐怖 他的形象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在仙逆动画最新一集中 王林的表现堪称热血 在尸葵的追杀下 王林突破极境 他的头发变成白色 随风飘动的瞬间 整个身体都透露出一股极致的寒气 即便是助击后期的高手 在遇到王林之时 也来不及逃走 就会被瞬间秒杀 王林突破极境 离不开藤化园的功劳 当藤化园找到王林的族人 准备亲手虐杀之时 王林竟然仿佛亲眼目睹一般 或许藤化园就是想要用这种方式 彻底地激怒王林 他要王林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离他而去 那一刻的王林眼中满含泪水 他苦苦哀求 希望父母能够捏碎手中的珠子 只要捏碎 王林便能赶回 但父母为了王林的安危 选择自己去死 那一刻 王林彻底地绝望 随着一声大吼 王林获得突破 从此同境界之中再无对手 突破极境的王林 眼中没有往日的神采 眼神却变得更加冷酷 他出现的地方 周围都会被冰雪覆盖 佛党杀佛 神党杀神 此时王林身上 就是拥有着这种王者的霸气 藤化园的目标是王林 所以他并没有完全 将王林父母的魂魄毁掉 按照司徒男的说法 只要王林在与藤化园的战斗中 成功夺取魂旗 那么司徒男就有把握 等到修为恢复 成功复活王林的父母 不过此时王林的极境 虽然看起来强大 却有一个弊端 从此王林的修为 将会止步于原因期 得知这个消息 王林突然放声大笑 他此时心中充满悔恨 如果自己修为足够高 那么想必藤化园 也不敢与自己作对 更不敢屠杀自己的族人